我叫錢建平,祝武筆已經有五十年來。 武筆製作劇域是第一批並列為國家絕費不足文化遺產名錄的傳統劇域。 製作工藝十分富裁。 一般封為折料、水盆、雞頭、髒套、譜燈、鑲嵌、紙筆、殼製等十二道大工序。 水盆又稱作水作工,是武筆生產中最繁俗的一個環節。 筆弓首先要將精挑釁的山羊毛浸泡在水中,將粘連在一起的毛慢慢分開。 跳錯裏面膠茶、捐帶、臭名,且具有毛縫的毛髮。 這道工具也素有千萬毛中簡易好的術法。 即使筆弓會一手拿著術紙一手拿著羊毛,在水分中反覆塑洗。 即使筆弓,就是將羊毛的捐帶注意對齊,形成毛筆的底尖部分。 再將羊毛仔細地打拨、攤平、翻前製作成員筆弓。 紙筆又稱為修筆四五筆工藝中的關鍵技術環境。 將筆弓沾上特別的膠水。 通過拇指和拇指的念動,直光筆頭,再使用特質的彈道, 剔除筆頭中的雜毛。 最終修理出捐氣嚴倦的伏筆。 神手工製作伏筆。 已經傳存雅七多年了。 現在還要做筆的事物們連接著大大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這種。 希望能夠有更好的年輕人加入我們。 產生和發揚優秀的中國文化。 劉沙奧公佈 會不會讓你進入。 請見到我等待會。 從今晚兩次進入。 請見到你。